说日本 碎日本 碎不真 大家好 我是蔡桑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 让日本黑社会文风丧胆的 暴力团对策法 去年选举的时候 台湾的媒体都在反黑 好像整个台湾政治界 看得到一堆很多黑道这样子 有很多人提出所谓的排黑条款 排黑说起来简单 可是做起来其实很困难 因为到底是要把人当成说 有一就有二 狗改不要吃屎 还是说 大家不能启示 重新做人的更生人 而且宪法规定 人民有参政权 如果他们有被尺夺公权的话 那定一条法律 就让这些有钱客的人不能参选 会不会有所谓违宪的问题 其实过去在组织犯罪 更严重的日本 也曾经有过这样的问题 直到1991年5月的时候 日本政府颁布了 防止暴力团圆不当行为等相关法律 这个日文的话叫 也就是所谓的暴力团对策法 简称暴对法 暴对法对日本黑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打击 像是Netflix里面有名的 一个异色的影集 叫AVD网 他第二季就有暴对法打击AVD业界里面 对于黑社会 甚至于对于这些不良景观的情节 很多人有一个天大的误解 就是以为说在日本极道是可以公开挂牌上市这样 虽然组这个字在现代日本里面 的确有一些不太妙的语感 但实际上组指的是人缘集合的团体单位 不然的话以圣德太子当业主 新建四天王寺的世界最古的企业金刚组 那不就是个1600多年历史的黑道组织吗 当然不是哦 就连名满天下的山口组 原本也是神户码头工人里面的歌啊 山口春集 为了不让这些码头工人兄弟朋友们 继续被这些业主吃狗狗 所以才出来组成了公司 严格讲起来呢 这些日本的黑社会 之所以能够光明正大挂牌原因 并不是因为日本容忍黑社会 而是这些黑社会组织 其实都是挂着人民团体的外衣 跟台湾的兄弟们一样 都是用公司的名字 那像人中之龙等描写 日本黑社会的游戏里面 大家会看到什么东城会啦 晋江联合啦 这些黑道组织好像都很大方 挂招牌 然后还有组织的本部 大家出门的时候还会在身上挂着 组织logo的那个戴文徽章 这样子就好像让大家有一种 日本容许黑社会合法存在的这种错觉 那虽然总部设在神户室 台湾区的日本最大的 所谓广域暴力团三口祖 以前在旺盛节的时候 还会打开戒备森严的大门 然后分糖果给附近的小朋友们 不过大家要知道的是哦 在日本绝对没有黑社会合法这件事情 因为如果黑社会在日本合法的话 就不会有像暴对法这种 几乎违宪的法律出现了 那根据暴对法这个母法 日本各地方都制定了所谓暴力团排除条例 根据暴排条例 只要在日本让人家觉得你是黑社会 或是呛公司名的话就构成所谓的恐吓罪哦 那只要被认定是暴力团成员的话 不但不能租房子哦 甚至连银行的账户都不能办 如果你用朋友或是亲人的名义 自己买车自己来开被发现 还会被诈欺罪起诉这样子哦 这个就是日本黑社会现在必须面临的严酷的这个现状 这条严酷的法律是怎么出现的 日本在80年代的时候迎接疯狂成长的泡沫经济时代哦 在那段号称哦 只要你够水的话 连空气都可以当商品卖的时代 黑社会当然没有缺席哦 前面提到的AVD网主要描写的就是那个时代 那你看就连成人电影都蓬勃发展到全罗监督村西透 那买了卫星哦 那想要24小时播A片给日本人看哦 而且那个时候连电视的黄金时段综艺节目 女生弄奶啊哦 其实也是基本款而已啊 虽然这样听起来好像真的不错这样子哦 在那个房地产狂飙的时代哦 黑社会的兄弟们除了自己的穿家炒房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从事所谓的吃饭家 也就是土地收购的业务 那土地收购听起来好像很正常哦 可是实际上呢就是先好好跟你讲 那如果说不听啊还是你不卖的时候 或是呢你开出来价格太高的时候 兄弟们就会用一些方法让你知道他们是黑社会 那你最好乖一点听话这样子 尤其是都庚遇到丁子户的时候 黑社会更是跟建商合作无间配合愉快 那还有更建的做法就是哦 先看好建商准备要开发的土地 然后找几个少年呢去弄一个农民或是渔民的身份 然后呢到当地 你弄整个鸡仔菜啊 拌整条鸡仔啦 夹装在那边弄作作文啊 然后啊 我是兄弟 你来给我赶赶看这样子 当然啦 最后建商也是找自己认识的兄弟去讲 那最后啊 兄弟对兄弟啦 看利润怎么分啊 那结果啊 这生意人跟老百姓就王八蛋做得合适合适这样子 至于呢 像已经成交的法拍屋赖着不走 等人呢 拿钱来赶这种占有屋之类的 这根本是基本款而已 然后因为经济好 所以呢 各大公司也生意兴隆了 每年称为租组总会的股东大会举行的时候 总是小股东人潮聚集啊 那当然啊 人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 十岁到辣了 公司啊 总是想要股东大会可以顺利赶快开完 不要在那边结外生枝了 这个时候黑社会的另外一个好生意 Socaya总会屋就出现了 那总会屋呢 就是负责在股东会 有股东出来在那边叽叽歪歪的时候呢 适当的以股东身份出来 叫他们 哎 稍差不多了 然后呢 事后再从公司那边拿报酬 那有关总会屋的丑闻啊 其实不胜美局啊 就连暴对法已经实施之后的1996年啊 著名的百货公司高岛屋 都爆发了偷送8000万日币给总会屋的丑闻啊 那其他呢 包括债务整理啊 各种灰色地带的仲介啊 这些利用暴力团恐吓力而进行的手法 通称为民事介入暴力 简称民暴 一直都是日本黑社会主要的身材手段之一 另一方面呢 黑社会内部在泡沫经济时代也是热闹的很嘛 1984年的时候开始 日本最出名的帮派山口组爆发了总共317件武力冲突 死者29人负伤者66人 逮捕者总共有560人为期四年半的三一抗争 山口组呢 在第三代的传奇组长田刚一雄的领导下 一要呢 成为全国最大的广义黑社会组织哦 那但是在绝对的巨人田刚他死后之后呢 山口组内部分裂成代理组长三本广跟落头 竹中正九两派 因为呢 日本黑社会是一种虚拟式的家族组织啊 组长呢 相当于老卑 那落头的话就等于长男 也就是说呢 诶正常的话这个落头就是下一代继承人 那田刚一雄在生病的时候就出现了代理组长跟落头 这两个职位哦 那这也就种下了日后整个分裂的祸根哦 后来竹中正九继承了山口组 那反竹中的这一派呢 就在这个三本广的领导之下脱离了山口组 重新成立了所谓的一和会 那这就是三一抗争的起源 那这场抗争呢 惊动整个日本社会 除了让日本警察颜面无光之外 也让日本觉得说实在不可能让这些黑社会再继续为所欲为下去 于是伟大的暴对法就此诞生 那因为刚才提到的这些环节 跟前提之下暴对法粉末登场 那如果公家论啊讲结论的话 根据日本警察厅的统计 日本2021年的年底暴力团的人数是24,100人 而且已经连续17年减少 那跟1991年暴对法实行当时的9万多人相比啊 几乎已经减到了只剩四分之一的人数 那想起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 因为被公权力搞成这样 黑社会算是被断了银根啊 那没钱的话是谁要去做兄弟啊 还不止这样 以暴对法作为法源根据哦 那各个地方政府也订定出了所谓的暴力团排除条例 那简称暴牌条例 那因为呢 暴牌条例规定了 各公司团体跟暴力团应该尽量切断关系 所以哦 这一点就被极端的扩大解释 让黑社会的人买不了车 买不了房子 甚至呢 连零银行户头都开不了 而且这不是政府不让你办哦 而是这些公司好好拒绝你的 但是呢 如果你敢去跟这些公司劳僧一股 马上呢 就可以根据暴对法把你们通通抓起来 那所以说呢 这个暴对法除了斩断黑社会的裁员之外 还简直就把他们从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完全排除哦 那根据这些法令哦 不动产业者跟业主可以随意哦 跟黑社会团体解除事务所 也就是办公室的组约 那这个只是基本款而已啊 一旦被认定是暴力团成员 有许多地方哦 公营住宅 连你搬进去住的那个资格都没有 就算是合法抽到的 而且也照规矩哦 付租金 一旦被发现了 公布门就会立刻请你滚出去 东京都呢 还规定 如果经常和黑社会吃饭出游打球的话 也会连带呢 被视为特定对象 连去银行贷款哦 甚至开户头都会变得不行哦 那之前 日本的搞笑界的大哥 岛田生柱 就因为呢 被发现跟三口组的兄弟 交往甚密 因为这样子而已哦 就被强迫从异能界移退 但呢 暴队法真正开悟霜的时候 是在发生组织抗争的时候 黑社会组织呢 马上就会被指定成为 指定暴力团 一旦成为了指定暴力团 警方除了可以无条件封锁组织的事务所以外 还可以在这个组织 三人以上 在公共场所集会的时候 就用涉嫌计划非法行为的理由 把人带走 就算哦 他们只是去麦当劳吃汉堡 打算哦 去打一下爬行狗也是一样 总之呢 暴队法跟暴牌条例 就是如此压迫这群日本的黑色男子汉 那根据著名的社会记者 勾口敦他的调查结果 现在日本黑道啊 已经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哦 根据1986年出版的警察学论集哦 那一般市民呢 对于黑社会的印象是 反社会的邪恶团体 这种人呢 超过70% 但是呢 对于在深夜的繁华街 你是否又感受到黑社会的威胁 这一点呢 低于50% 而在是否真的受到了黑社会危害 这个部分的话 回答没有的人 更是超过90% 也就是说呢 日本人对于黑道有很极端的负面印象 可是相对也很少人实际上被黑道伤害到 这个事实说明日本黑道组织 拥有相当强的闭锁性 跟一般社会的连结其实非常少 这跟过去以来 日本的极道 国道 国道 跟被称为仇 奸弃 就是所谓的一般民众之间的分离意识其实有关 那暴对法呢 在三一抗争之后呢 应社会要求而生的各种黑社会对策法规 也让极道呢 现在在日本越来越难生存 这种芝麻绿豆小事被捕 甚至因为使用者责任 也就是说呢 组织里面的小弟干的坏事 大哥得负连带责任出来赔偿的判例大量出现 这些呢 都让现代黑社会组织越来越难以延续 但是人类社会是不可能永远没有黑暗面的 包括日本也是一样 那过去呢 黑道会以人民团体跟公司的形态光明正大存在 最大的理由就是下面的成员在处理下回处会时 可以用组织的看板出来跟人家大声 那如果出事的时候呢 整个组织也必须跳下去收听 所以呢 日本的黑社会不像是台湾的老大们 要给小弟们收回 或是帮忙张罗生意 反而是所属的成员们 因为可以使用这个组织的砍棒 所以得缴上纳金呢 就是要缴钱给上面的老大们这样子 结果呢 报对法一搞下去 不但砍棒不能用 反而麻烦多多 就算小弟们自己头脑好 知道要弄一些诈骗啊 等新宠巫星裁员 结果这样子还要缴钱被老大们吸血 所以现在的日本出现了所谓更多的 伴俄集团 这个在日文里面称为 那伴俄集团的特征呢 就是从事各种灰色地带的 违犯法这种勾当 那概念有点像台湾的半锅盘 或是各种八加九这样 但是呢 因为不是他们 不是用报对法 但是一样对社会有危害 可是又不像过去 因为那种组织 有明显的目标可以侦办 所以这些伴俄集团呢 成为日本的警察 他们新的头痛对象 说日本 睡日本 日本睡不清啊 如果说了 菜赏就没头罗了 但是 日本啊 日本永远说不完 所以只要各位人家 欠胖到 菜赏就会继续讲下去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里互相交流 如果喜欢菜赏的内容 也请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这集的菜赏日本祭行 当然就要到访 东京的娱乐圣地 歌舞祭丁了 这个呢 用走路就可以逛完的小小区块 曾经是整个亚洲最大的娱乐场所集中地 过去呢 也曾经是台湾人 中国人 东南亚各地的不法分子集散地 像菜赏很喜欢的作品 不夜城 就是描写这里的 华人黑社会的故事 还曾经由金城武主演 翻拍成电影 那我最喜欢的游戏 人中之龙 也是以歌舞祭丁为舞台 而且这里 也是我在东京留学的时候 一个礼拜 会去两三次以上的 游乐场所 歌舞祭丁里 吃喝玩乐一应俱全 连24小时营业的美容院都有 每次我跟我老婆来东京 几乎都会来这间 歌舞祭丁二丁目的 三二三二 让我老婆去Sato一下 成为我们在歌舞祭丁的新圣地 当然这里更少不了可以 桑吉雷的地方 不过要注意哦 要去吃喝的话 最好自己看到喜欢的店面再进去 如果真的要去桑吉雷的话 一定要去 无料案内所请人安排 千万啊 不要被路上拉客的店员拉进去 被剥皮的机会很大 像我一个少年朋友 就曾经被会讲中文的店员拉进去之后 结果刷卡付了日币十几万 冷气大传什么都没看到 基本上 这个霓虹支撑算是很安全的 但是大家还是要小心 路上随时会出现的诱惑 才不会像我朋友这样 没爽到还被笑了好几年这样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